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主持人宅軒 上來歡迎一下這個階段 加入我們討論來賓 國務員是鄭恨錡 大家好 國際事務專家萊月千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前大使界文集 宅軒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你知道嗎 現在台灣 在北台灣多了一個景點 是哪裡呢 Google上面有顯示 是賴清德的老家 他現在已經變成了 叫做萬里的賴皮療 然後人家還這樣子誇號說 叫做賴著不拆 現在大家已經變打卡景點了 所以前陣子大家還在萬喜 說什麼我們的橡皮炎斷了 專家講說本來要千年才會它 結果提早它了 女王頭恐怕是下一個 但是現在沒有關係 因為少了橡皮炎 現在還有個賴皮療 可是因為人家這樣子 改成賴皮療 有人不開心 所以馬上立刻就被秒下 就是被青綠的網友檢舉下架 然後反綠的網友立刻就說 沒關係 我們再改一個名字 叫做賴功德祠堂 還說這個礦友之家 礦工之家 這個地點就在賴皮療小公園的對面 大家就開始在那邊好像網路逗法那種感覺 所以足以見得很多人真的是非常看不慣 你賴清德 你明明老家為賤 你在那邊賴著不拆什麼呢 然後我們上一段還一直聽到有來賓在那邊講說 單親很可憐啊 然後什麼什麼的 就是會有這種讓大家聽不下去的言論 好 我們再來看看 就是Google評論區 也有這一個網友在留言 就說說謊說到鼻子掉到海裡 也是鼻子超長的 那甚至已經變成了一個宗教聖地賴皮療了 你看這個柯P還在講說 我國觀光多了一個新景點 你看真的很多人這個還去P圖 就說已經有很多的遊覽車過去了 但是他說這是AI生成 這個不是真實的這個照片 但是已經反映出來大家的一些不滿 為什麼你賴清德就是可以不拆這個違建呢 那你看看他在昨天還接受專訪的時候講說 過去被政府遺忘卻反被指特權 這是難以承受之重 他說過去被政府遺忘的這一群人 反而變成是特權 他的態度就是坦然面對 依法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那好啦 那就拆啊 這個依法不就是自己拆嗎 那所以你看看 現在有一些那種網路上的粉專就在講 南鐵啊 這個你拆人家的時候 強拆不手軟 非常的這個說一不二 然後這個強重的賴清德 該拆就拆 拆別人毫不心慈手軟 那自己老家的時候呢 哎呀 倒在地上 這個哭哭喔 綠營還要喊加油加油 這就是這個綠營你不能的標準 那所以我們看到這個趙少康還模仿阿扁來酸這個賴清德 我們來聽聽 我阿扁當省以後以前的違建都不拆 因為我跟他同一天進台北市議會 每天朝夕相處喔 為什麼賴清德就不拆呢 他就不要拆啊 還哭 哭什麼呢 我就不懂為國為民哭到底 為什麼不哭 違建哭是像個總統的樣子嗎 對 所以賴哭哭喔 那一直為著違建一直哭 哭半天還是不肯拆 那所以現在喔 更讓大家覺得詬病的事情 還不光是違建 還不光是不繳稅 現在竟然還有新進展喔 讓大家就是大開眼界 怎麼回事呢 原來他老家喔 還有憲兵24小時站崗 就是已經是一個違建了 我們花納稅錢 然後我們要繳稅 然後他都不用繳 現在我們的納稅錢 還要讓他派這個憲兵 去到那邊站崗喔 人家想說這是怎麼回事啊 因為有媒體踢爆 就說這憲兵喔 24小時在老家站崗 據中天新聞記者石地道場採訪 然後呢 除了被憲兵關心之外喔 在違建旁邊還有看似 有一間神秘的小屋 疑似是憲兵隊的辦公室 同時還募集到有遠景 還要道場巡邏遷道喔 所以讓大家更氣啦 你不繳稅已經很扯了 現在我們還要拿錢 幫你雇你這個違建老家喔 那這到底是 為什麼要派憲兵呢 這今天是有什麼樣重要的 需要國家保護的人在裡面嗎 裡面不是沒有 沒有你家人住在裡面嗎 所以你父親父母親現在不在嗎 那兒子孫子也在美國 那到底這個萬里老家這個空屋 需要憲兵守在這邊做什麼 還不止如此 還有PTT網友說 Google map上面還發現 身穿特勤衣服的人 在這邊掃地 這樣這違建我們還有特勤要去打掃呢 那特勤的薪水也是我們全民納稅錢 所以你看看又有這個粉磚在畫 就是說一般那個過去憲兵戰哨是這個樣子 現在的憲兵戰哨是在萬里老家違建 濫用國家資源24小時戰哨 所以就諷刺啊 選一個跟你一樣寶貝的孫喔 這個不只可以有違建 還可以有公權力保護違建啊 這真的是厲害了 這真的是大開大家眼界喔 所以我們看看現在這個賴辦到底怎麼回憶 林德靖總說尊重國家單位喔 他說有關違案的事務安排 一切是依照特種奇物的相關規範 尊重國安單位的一些專業辦理 所以萬里老家老宅家戶周邊啊 這個灑灑清潔這些事物喔 長久以來都是由賴清德親友啊 委託有人打理喔 未曾由這個國安特勤呢來協助 那他們這個還回應TVBS喔 我們也去問他 說這個國安局回應照片說 這個是先遣同仁 針對周邊的環境實施安全檢查 然後協助工人移除清潔工具 而不是在做清理工作 只不過隨著照片PO網 又讓這個賴清德老家爭議再加一 還不止如此喔 今天陳焦華還開了一個記者會 就說連美國爸爸也有違建啊 這是什麼回事喔 他說新竹的國有地違建喔 竟然遭到這個行政院黨差 因為在五峰鄉這邊有一處國有地喔 這是原住民的保留地 欸你民進黨不是最那個嗎 最重視原住民的嗎 那現在啊 遭人違法占用還蓋了違建 在人家原住民的保留地上面喔 然後甚至呢 新竹縣府勒令停工的公告 他們不甩 然後現在呢 還持續在趕工完成了 三棟違建喔 號稱呢 是要給誰 給樂山雷達站的美商雷神公司的員工住宿使用 連美國人都可以來用我們的一些原住民的保留地喔 那原本呢 是11月22號要強制拆除這個違建的 但是呢 金船這個行政院的高層 致電新竹縣長 聲稱涉及國防 要求緩拆 那究竟是真與國防有關 還是行為人與高層交好神通廣大呢 那我們看陳教華講 他接到這個張景森政委的電話說明行政院黨差跟他有關 要請張景森你就出來說明清楚 到底是政院哪個高層叫得動你去喬違建呢 我們台灣這怎麼那麼多違建 那麼多特權的違建 我們來問一下鄭老師 賴清德說真的 先不管他那個老家是不是違建 先不管法律的部分 那就算我想很多綠的 可能會支持他同情他是說 哎呀老家嘛誰沒有老家 對老家那種情感再怎麼都是捨不得的 只要不太過分 而且他過去那麼窮 可是這幾天 有人就拍到他家後面 因為我通常都看到前面 或者發現到後面去的時候 完全是另一方光景 那個空間之大 整理得是好 完全不是想像中 這個貧窮人家 怎麼樣怎麼樣 大家就是一個蜗居而已 就發現那不得了 那一片那個後花園 然後整個整理 大家就 整個那個意向就破滅了 要同情都很困難 我想今天很多綠的 很多中下階層的 可能說 不要嫁吻 人家的故事 可是你想想看 他如果還是維持 他剛出生 那幾十年前那個樣子 或者稍微修診一下 大家覺得從情理上收得過去 法律不管 現在變成說 這個真相曝出來的時候 連情理都很難收得過去 這麼一大一片地方 然後你在那邊哭 對不對 那這個就沒有道理 你這邊哭還是用訴訟過去 結果現況跟過去 完全不相符合 那就證明說你賴清德 明明知道 已經不是這樣 你還是用你過去 來博取人家的同情 變成人家說 對付你好像對付一個 對於弱勢者不支持 對你礦工的這個家庭 好像根本一點同情都沒有 就不是這樣子 不要講說你現在有沒有住在那裡 我相信 你現在一定是住得更好 而且看起來剛剛講的 你家人也不是住在那裡 偶爾回去 你說練舊 看一下老家可以理解 好啊 那發現他不是這樣 一個空著的竟然弄得那麼好 這太奇怪了 不合常理 你什麼都要 好 那你說 偶爾回去 那我就要問第二個問題 那我們國家安全單位 要花這麼多的精神 這麼多人力 然後看起來好像一副一規定 可是又講得很抽象 到底一哪一條規定 我不曉得如果說 今天一個國家候選人 或者一個規格 他買了五間房子 那你是怎麼樣 都跟他有關 五間 你每一個都要弄 比如說他生了四個兒子 一人一間 那你說跟他的親屬有關 你每一間都要派特勤單位 這麼樣的照高規格的去維護 說得通嗎 你當然要以現在賴靜德 主要居住的地方 他如果偶爾回去 那就臨時任務 或者平常 適當的就是這個固定巡邏 看你這樣 這都合理 可是你現在變得好像是 常駐有衛兵在那裡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 問題是 這個國安單位回答的是很抽象 我認為這個 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待遇 如果都有 那我也覺得是太過分 如果不是 因為碰到賴靜德 怎麼會這樣 那比較有趣的是 不管是不是違建 或者說這次 受到這麼一個特殊的 大家發現那邊有衛兵 還去幫他打掃這種 賴靜德都有一個態度 我們遵守法令 尊重國安單位 那是什麼意思 那我就要問 如果你都依法 為什麼同樣的情況 別人沒有你這種待遇 法律好像到你這邊就失效 或者轉彎 或者是變形 那你意思是說依法 好像責任都不在你 責任都在那個 應該執法的單位 包括現在這麼多的特勤 去照顧你那個老家 你也說尊重國安單位 國安單位是怎麼樣 自己喜歡去巴結你 討好你 你完全不知道 你也沒有這個意思 你尊重是什麼意思 你明明知道 如果你覺得不妥當 那你就跟他講說不必要 如果這個東西是超過 是特權 那你更不應該居之不宜 所以他那個態度其實很厲害 所以說我就依法辦理 尊重法律 或者尊重國安單位 你推465 所以這個時候國安單位 你們這些是不是有點豬八戒 就跟趙靖子裡外不是人 你是怎麼一回事情 你們要這樣吞下去嗎 我再問一遍 如果同樣情況 為什麼法律今天 比如在老師身上的時候 就執行下去 不會轉彎 他不會變形 到你這邊就失效 那這個事情你可以說 你沒有用特權 還是怎麼樣 人家看到你的特權光芒 自動就埃及 我是不相信 老百姓是不可能接受 你這樣的一個說詞 所以國安單位 是不是也要去 柯媽媽那個 晾衣服的那個頂樓 幫忙打掃打掃 這樣才公平 我們來問一下介老師 所以我就知道 為什麼民進黨不要廉恥 廉是什麼 廉是不要偷竊公家的資源 此事什麼呢 此事違法就要悔改 違法就要怎麼樣 就要自己要承認 你現在這個就不知廉恥 你這個沒有人住的 祖楚 又不是你現在住的 我不曉得這是什麼 叫專業跟法令規定 你祖楚那年五棟房子 都要憲兵去站嗎 開玩笑 憲兵是捍衛國家的 你又不住在那裡 空屋子一個 然後還要憲兵派人在那裡 搞一個辦公室 每天在那邊給你看那個房子 然後還幫你打掃附近的環境 這些憲兵薪水是你賴清德發的嗎 對不對 你發錢也請不到 這些是拿人民的血汗錢 對不對 這個就是這麼 這就是偷竊國家的資源 對不對 然後你不繳稅 然後這個剛剛那個 剛剛提到說他那個房子 表面看起來好像是真正好像是怎麼樣 不怎麼樣 結果最近往上再傳 你去看他側面 多長一間 你側面看不到的 後面都是家蓋出來的 然後後面那個門看起來像豪宅的 那個門都是非常現代的 然後旁邊那些公園 我想請問一下 是誰幫他修的 是賴清德拿錢修的嗎 對不對 如果賴清德拿錢修的話 那個地是他的嗎 他可以隨便到公家地區 隨便修東西嗎 所以這裡面就是一個 不知廉恥的一個做法 所以我現在知道為什麼說 民進黨不要廉恥 對不對 高中生的課 課綱就把你廉恥就給你刪了 然後他們的立法院院長還出來說 廉恥是君主這時代 意思就民主就不要廉恥 所以就是如此 這個簡直是莫名其妙到極點 你今天你住在仁愛路那個副總統官裡 已經動員多少國家的公帑了 在裡面多少人保護你 出門還要人家怎麼樣 出門還要控制交通 我們常常在街上碰到 哇一看又是賴清德的車 噼哩啪啦一大串 所有的紅綠燈 大家都等他一個人過 這個國家給你好 國安單位專業給你這個東西好了 我就不相信國安外會給你一個家裡 沒有人住的一個舊房子 還要派這個 派這個什麼 還要派憲兵在那邊給你站崗 然後請問一下 那個公園是誰幫你修的 你到底你後面的真件 今天黃國昌講的 後面就是真件的違件 這個就是違法 你真件文件你也沒有得到許可 然後最可惡的是 你明明知道你沒有繳稅 說人家沒有通知你 這樣子是一個受過教育的 要從事公職這麼久的人 可以這樣說的嗎 你今天門口在 你去動物園看 門口沒有人收票 那位先生收票去上廁所 你就堂而皇之走進去了 你說他沒有跟我收票 所以我不要繳票 一般人不知道可以 你是做公務員 你要從嚴的來要求自己 你就賴吧 你就賴吧 你這個真的就變賴皮了 大家就看你 你這樣子的貪污 你這樣子的不知廉恥 你這樣的人還要出來 做國家領導人嗎 對不對 你還沒有當上皇帝 你就已經比皇帝 還會享受特權了 你就比皇帝還會怎麼樣 咔大家的油了 我就請你把錢退出來 誰讓我們的憲兵 去給你那個爛房子 站崗的 主儲 你要煽動主儲 是不是要三隊憲兵 都要去幹嘛 誰來防衛國家 真的是 我覺得這些人 還好意思出來哭呢 我想該哭的是我們老百姓 居然有這樣惡劣的政治人物 好 來老師 我剛剛看到姚立民有回答 就是說為什麼要派憲兵 特勤人員到那個地方 他說因為那是賴清德 總統獲選人 以及現在的副總統 他所住的地方 所以要派特勤人員 那我們就請賴清德 證明給我們看 他什麼時候又回去住了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他到底有幾個住處 然後你是同一組 維安人員一直移動的 就是說你今天晚上 要住在這個萬里 然後你就把你的維安人員 跟特勤人員 跟獻兵都移到那個地方去 然後你明天要住在哪一個地方 是不是又把同一組人 就移動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還是你有好幾個住處 你就分別的去住你想住的地方 你這樣也太君主了吧 我記得過去民進黨很喜歡說 這個老蔣 就是蔣介石 老蔣的時候他有好幾個住處 每個住處都要派維安人員 太浪費了 你現在不妨多讓 你到底有幾個住處 你要這樣住 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還是要跟大家講清楚 姚立民 你是總幹事還是主委 我還不曉得 反正你顏色都有 什麼顏色都有 這個五色旗你全部都沾了 你現在告訴我們 到底賴清德每一天住在哪裡 你要告訴我們 你不要糊弄過去 忽悠過去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如果說 這是你賴清德 你要懷念你小時候苦的日子 可是這個房子 已經是被改建了 違建了 而且是擴建了 還有再加上美化了 不是你過去很小很小時候的 那樣的一個簡陋的房子 我們如果有時候 要看一些領導人的故居的話 是要看他原始的那個樣子 而不是他已經被美化了 擴建了 不斷的修建 不斷的偽建 然後改建 然後說這是我懷念我小時候 不是 因為那已經不是你小時候住的房子 那已經是偽建 偽建再偽建 還擴建 再擴建 那不是你小時候住的房子了 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你 不對吧 你這個已經跟以前 是完全不一樣了吧 所以我覺得 你引起大家跑去打卡 看到你原來你住在豪宅 也不太好吧 你的人設崩了 你一直裝得你很窮 很苦 但是事實上大家看到的是豪宅 好大的院子 好美化的公園 而且還有一堆的特權 這些憲兵 警察 還有國安局的特勤人員 國安局特勤人員特別貴 因為他們的薪水特別高 他來幫你做環境的維修 維護 不太對吧 你的人設崩了 不要再溜下去了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忙回來